购买角色的八大惊喜 差点错过高授爵 购买完角色上线后 第一解释就是看仓库有没有惊喜 其实仓库仅是冰山一角 今天大大王说一下 买号后的八大惊喜 故事便从这里开始了 通过藏宝格 只能看到神器积分 副本积分等 但很多积分是不显示的 甚至有些狭客 对积分兑换方式都还不知道 那么我们先来看 第一个惊喜 来到长安的212.179附近 找到皇宫护卫 可以看到剩余的除妖军功 只要在场景 每场胜利都会累积除妖军功 1500积分兑换一次 有几率获得60-80还装 每个角色基本都能存有5-6万 第二个惊喜 来到国境52.278附近 找到五行山山神 传送入五行山 然后找到五行山神NPC 可以看到剩余的五行之力 而100点五行之力 可兑换五彩灵池 是必获得物品奖励 有机会获得受决牌子等 三 再来到长安的178.23附近 有一位长安真品商人 能看到目前剩余的善恶点 他是换取还装的必需品 60还1500分 80还3000分 85气能卖到近50万 是收益最高的缓装 四 来到奥莱国 190.62处 能看到一个捕鱼人 选择兑换物品奖励 右下角能看到剩余的钓鱼积分 积分能兑换物品 有彩果 海马 珍珠等奖励 其中 100集珍珠 需要2000分 是所有物品中 性价比最高的 第五个惊喜 先回到帮派 找到帮派土地公公 选择帮派迷宫积分相关 能看到剩余的迷宫积分 选择兑换物品 这个很多侠客 根本不知道迷宫积分一说 经常被忽略 虽然刷新物品很多 但好的道具比较难抢 其中 高授爵 则是最抢手的 只需要积分 7000 该角色 近1.4万积分 相当于 两本高授爵 刷新时间为 每晚的20点 第六个惊喜 在长安的226.174附近 能看到白角星君NPC 其白角积分 可以兑换一些宝石和珍珠奖励 由于刷新数量较少 且刷新时间比较神秘 让很多侠客抢不到物品 那你知道刷新时间吗 7是降妖谱 其中丸子山四季如画 获得3万加必得宝石或五宝 该角色的数量 相当于三车的宝石 其次柳林石窟也能获得一定的宠修 而契佛之乱也是后续的宝藏任务 能获得海量的善恶点 这个角色的风妖数量 相当于四车60环 难道不比仓库香吗 最后就是口袋版 来到宝像国 找到葫芦精灵 可以取出口袋物品 金钱 储备金等等 如果存有一本高授诀 那可是上千万到手 还有哪些惊喜 评论区接 那是一口袋的宝石 那是一口袋物品 的宝石